- 貿學長官夥伴們,還有現場的產業先進們,大家下午好。 我是艾瑪斯的經理。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其實是想針對大家。 我不曉得現場有得過台灣金名獎,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非常好。 那很好,我這個是準備給沒有的,或者是準備要申請的廠商們來去做分享的。 其實在這一條金品的路上,我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30屆跟29屆,我們都有得到台灣金品獎。 在28屆,第一次就中箭落,可是這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我們一直跟團隊去磨練,去找出自己的問題所在。 所以很榮幸也在兩年前,我們得到第一個台灣金品獎。 台灣金品30年,等一下我會介紹我們的創辦人。 他也發現說,其實在30年裡面,居然有一些廠商, 其實他們是得過超過30個獎項。 也就是說,他們一年就申請了一個,而且他是每年在申請。 所以表示說,這是一個可持續性的,而且是非常令人振奮。 得來非常光榮的一個獎項。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演奏。 我們現在是最低級的,而且很高級的。 我們進入了一扇的餐。 我們在一起去玩。 可以玩招式吧。 我們來玩招式的故事。 我們在見面,是不是很高級的。 我們是非常高級的,非常高級的。 我們都很高級的。 我們到處理古都城城城城城的寺家, 我們在第二天站在城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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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 大概花个五秒钟想一下 我有花我的人生里面花了多少时间在照顾我的头皮 那花了多少的资源在照顾我的头皮 可能很少 相对于脸来说真的很少 那可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头皮其实是我们脸皮肤的延伸嘛 那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在自己的脸上 却没有花资源跟时间在自己的头上 而我们却觉得它可以一直长出茂密的头发 这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痛点 不管是空污 不管是压力 或者是饮食方面的 它都有可能会造成头发 头皮的问题 那么头皮的问题严重起来的话 就是会造成落发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只看到了落发 那有没有想过 其实它其实是还有更早期的问题 好 那艾玛斯与她的创办人就是 这是Erica 那她自己有在FabFB上面有一个 叫头皮先生Mr.Sculpe的专业 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或者是你本身呢 有头皮的问题很严重的话 欢迎到她的粉丝专业跟她聊聊天 她会安排一个头皮的疗程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头皮的三步骤 可以在家里做 然后我们也成功地帮助到很多的 有头皮严重的 比如说止漏性皮肤炎 或者是肝癌的一些病患 得到了他们生活的品质 所以Erica她说我不伟大 但是我有一个梦想 她的梦想是什么 她常常在实验室里面 想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试试 凡是我们都想从根本解决问题 那头皮也是 头皮我们就要从毛囊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爱马斯的一个mission 就是要解决全世界的人的头皮问题 好 那爱马斯得到 从我们的配方 草本的配方到外屏的设计 得过了非常多的世界级的大奖 那包括IF 包括去年得到的日本 Good Design的Best 100 我们是前100名的得奖者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得了两届的台湾金瓶奖 好 缺角瓶 大家看到这个缺角瓶 它长得有点怪 它不是一个对称的形状 那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缺角代表是什么意思 刚才其实我已经破题了 这个缺角就是 你没有看到的角落 我们都没有看到的角落 好 那这个missing corner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头皮 看到这一瓶洗髮精的时候就说 对 是时候来洗个头了 好 那有很多严重的头皮患者呢 没有看到这一瓶洗髮精 或者家里没有囤货 或者是囤货在慢慢减少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点紧张 好 那他们就会 台湾很多的消费者都叫他绿导师 好 那这个是Good Design的部分 我们在台湾的专利 申请了这个缺角瓶的专利 所以他也让我们在 日本的国际大奖大放异彩 好 那这个独创的配方呢 我希望大家在看到爱马斯的故事的时候 也会自己套入一下 在研发品质设计行销 这里面的一个串联跟流动 那我们怎么去凸显自己的品牌 或是自己产品的独特性 爱马斯的产品 他一开始是跟秋平奇皮肤科医生 共同研发 那秋平奇医生就说 我的客人 我的病人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止痘性皮肤炎或者是他干险 他吃类固醇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快好了 但是呢 有可能他就是共亏一亏 所以他就常常就是固定的期间 要来跟他见面一下 但是他一直在想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抗药性的成分 但是是可以解决头皮最后一缕路的问题 好 那这时候他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刚才的头皮先生 头皮先生呢 他就想了又想 嗯 好 那就是甘草次酸复合物 它就是草本的类固醇 我们来想一下类固醇有什么功能 可以消炎 可以去红 但是他很厉害的是 他在有清洁能力的状况之下 他不会造成刺激还可以保湿 我们试想一下 有没有洗的头发洗特别干净的时候 觉得很色 头发很紧 头很紧 然后很痒 很想抓 那个就是过度清洁 但是这一支洗髮精里面的甘草次酸复合物呢 可以做到保湿的功能 好 那它是一个液态剂型 液态表示什么 它是水 好 它使用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就是直接悬开就往头皮倒 不要用到水 都不用沾湿 直接往头皮倒 所以它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头皮的问题 不要以为我用了很棒的洗髮精 落件洗髮精 我就会长头发 如果我们的毛脑还是卡着很严重的油垢的话 其实给它这么好的东西都是下不去的上不来的 好 那我们在功效性测试的部分 现在讲到的是数据 然后我们有讲了我们可以降低油脂百分之二十八 在三十天的使用之后呢 也可以让发炎呢降低了百分之八十四 更重要的是提升保水度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好 那我们送到SGS是做什么样的认证呢 在六十秒之内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细菌的消灭 好灭菌率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皮蟹牙包菌就是让我们头皮产生头皮蟹的那一支细菌 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将它消灭 那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协助医生在这个头皮的最后一里路呢 我们有达到就是提供了头皮的三步骤的 居家养护可以在家里使用不用常常跑医院 然后呢还有生活的味觉该怎么吃 作息应该怎么做调整 该怎么去在日常的生活一些小步骤里面去做到注意的动作 我们都会提醒 好 那这个健康的洗法精呢 其实这是最重要 这也是爱马斯的基石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是七个 所以在之前有提到过 我问过一些消费者说 你们觉得健康洗法精应该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条件 没有细菱 好 没有细菱 那其实呢 爱马斯有的就是七大诉求 没有细菱只是其中的一个 而最厉害的就是我们没有防腐剂 但是可以保存五年 那如果说是在保品界的话 就知道说其实有添加防腐剂也就三年而已 所以我们是用特殊的一个成分 去做到这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 好 爱马斯的全产品 之前得到的是这个头皮净化液 那在今年得到的是这一支蓝色的强健风影洗法精 那今年我们团队还在考虑说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奖项的申请 那这一支洗法精很特别 如果你们有拿到的话 记得头皮那个垫片要拿掉 旋开控制水量再往头上淋 按摩一到两分钟之后 冲掉再接自己的洗法精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用我们的洗法精 但是你们的洗法精之前一定都需要 这一支前导的洗法液 洗脊而接的眼泪是什么呢 是这一个林小姐 她大概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肝癫 那肝癫它是一个免疫性的问题 免疫性的疾病 她可能很早就有十几岁就有了 那她这个疾病通常只能用肋固醇 好 那我们看到她肋固醇其实用到 她是基本上是轮椅 她是轮椅推进来的 她觉得说反正我也已经 医生也都看遍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是我真的希望能够让我痒啊 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能够降低 所以她来找到艾玛丝 那我们提供她就是刚才这一支头皮杰力而已 然后来帮助她 这是第一周她进来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她的角质很厚地卡在那个法际线 那么经过了一周之后 加十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她的那个法际线的这个 那个角质呢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颜色了 接下来是 怎么好像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30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做到有效的控制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有跟恩主公的医院 去做一个头皮养护中心 那她就在皮肤科的隔壁 我们来看一下内装 通常我们会请医生 请医生先确认 她是有头皮的问题之后 就会送过来我们的头皮养护中心 去做一个头皮的检测 然后再做头皮的疗程 那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专利的 一个检测的软体 她可以根据我们头皮的四区 去做一个头皮直径的比较 来看看有没有哪一区 是有落法的问题 好 再来我们也在台湾呢 请了百位医生来做一致的推荐 行销了18个国家 18个国家代表的是什么 18个国家的安规认证 好我们在全球的部分呢 有上架了连锁药妆药局7-11还有Costco的部分 还有在医美诊所就是韩国的医美神所上架 那我们也持续的参加医学的相关讲座 这是国外的网红好评的部分 还有国际的医学年会 这是我在印度的医学年会 还有菲律宾的医学年会 然后我们在甘险基金会呢 在波兰成立了 那创办人其实是我们的经销商 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甘险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那边能够用的产品也都只有类固存 所以他使用爱马斯之后 得到了解决之后 他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在德国的甘险专案呢 我们也帮助了50位的甘险患者 那他们说呢 他们的反馈是 我居然可以好了 Hill 可是我们不讲Hill 我们讲Under Control 然后呢 他也说 你让你把我的生活的品质提高了 我可在社交上 在工作上 其实都有大大的自信的提升 那这个是网路的好评 他觉得用完爱马斯西法金之后 清爽比较不痒 皮屑会减少 那这都是我们五星级的好评 那么在ESG的部分呢 我们有1010的一个commitment 但是原本要在2030年承诺做到 但我们去年就做到了 10%的绿电 然后我们也从这个缺角呢 因为参加了很多缺角 就是去基金会去照顾很多的院生之后 才发现其实他们的老师有很严重的问题 而他们就是这个缺角 没有被看见的需要跟角落 那我们就从前年开始就一连串的活动来照顾这些老师 藉由去照顾这些院生 可能带他们就是推轮仪 带他们去走一走 让老师去做 就是我们又跟爱芒去做合作 他们会爱芒的老师会来帮这些老师去做按摩 那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些老师能够喘息 进而让自己再充满能量 再去照顾这些院生 好 那我们在想 头皮呢 地球也有头皮 地球也有头皮 所以我们也要立志来照顾这些地球的头皮 所以我们在去年呢 台北这边在木炸的地方 我们种了300棵树 今年在非洲我们会种200棵树 好 那这是永续的摇篮道摇篮的认证 通常 产品都是一次性的叫做摇篮道坟墓 那这个认证呢 是一个欧洲的认证 它就是摇篮道摇篮 从内料到外品 它都必须要到一个可分解的状态 好 那我们爱玛丝呢 是一个B型企业 B型企业是比较新 但是我相信各位如果说想要参加的话 我们会后可以再更多的来做一个琢磨跟讨论 那B就是Better Better for the world的意思 那B型企业就是我们改变的开始 好 那谢谢大家 就是登上这个舰队之后呢 其实会有很多 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让大家看的 得奖的密码自己自己找一下 就是现在流量密码很夯 现在得奖密码也是 从我们自己自身的产品过去现在和未来 写出一个故事 然后创新独特跟市场区隔必须解出来 然后数据的分析 重点的归纳 好 自己看得下去的作品 那个裁判才看得下去 好 因为我们常常 像我们过去是常常都用自己的角度就觉得说 我们不是就应该这样写吗 讲得很专业 就是那个高度其实是很高的 但其实我们如何让一个完全不认识我们品牌的人 去了解我们的品牌 愿意来倾听这个品牌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从一个完全不懂这个产品的人的角度去写 我觉得这才是有可能敲开这个 台湾金冰奖的门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欢迎大家登上台湾金冰奖舰队 台湾金冰奖舰队一旦登上之后呢 就会有 再给我一分钟好吗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露出 对 新南向的 这美国的 美国这个很强 好 OK 这个是泰国的 泰国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签下了一个金箱 然后还有这些 这就是冰的歌喉战的战术 就是带着我们走出去 然后这是台湾的台北时装周 好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这个条码进到我们的FB 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奖项的问题 或者是台湾金冰奖的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在会后做一个交流 谢谢大家